咱们一个战友全家都是在当地超级牛的人 有特殊的关系 出门基本上不受影响 开着车出去了 到朋友家悄悄吃顿饭 都是开着所谓的特殊车 回来的时候从楼上 当机一个人跳楼跳下来了 这个人跳了砸了他车的右侧面 孩子脑子有点轻微震荡 现在说了出去坐车都是带头灰了 你都不知道从天让谁掉下来 拿自己的生命来砸跟你没有关系的车 谁跟谁有仇啊 谁愿意砸你啊 谁愿意拿命砸你 是吧 被砸的人和拿生命叫的人有仇吗 没仇 包括那些大白跟那些被做核酸的有仇吗 没仇 现在社会仇恨极度分裂 大白和老百姓之间极度分裂 大白给你开个通行证 要赔税四次五次要你多少钱 这已经成为常态 一个社会制造仇恨 社会制造不和谐 挑拨离间 弱化百姓 整个让平民弱民苦民愚民上扬支持 不就是今天共产党吗 所有跳楼的和被砸的人 未来出门带钢盔的人 是因为共产党这个制度 苏尔茨离开中国以后 他现在知道 他到中国去 所有想做的几个交易 说白了 就是把德国的钱拿回来 把德国的生产线能平稳地转出来 然后在这之前那点中国捞点钱 中共国也不傻 那是流氓出身 答应了一大堆 买空客飞机 随时可以毁约 全部都是无条件毁约的 而且很少的惩罚金 都是玩政治玩戏 同时德国这次意识到 绝对他们判断 这个病 中共国知道 比世界谁知道的多 而且未来让发生的事情 知道的比谁知道的多 而且中共国知道 西方全世界最终一定和老共算账 他们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中共国必将在伊朗 北朝鲜 俄罗斯武发南美发动一系列的 针对美国和西方的经济 科技甚至火战 而且共产党所有现在发展的各种武器 都是往毁灭世界这方面发展 我相信德国苏尔斯他是明白的 中共国的傲慢和中共国的一切 都给他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已经消失 完全变成习家当 而习家党一定会毁在 对台开战和内部的政治问题上 就像他现在看到的一样 胡锦涛已经完全失去自由 而且胡锦涛的胡派正在被清理中 而且国内正在水深火热的政治大较量中 一切民生都不想考虑